有师兄给观音堂结缘的小房子 点得出圈了 要他拿回家重点 但这位师兄准备点小房子的时候 他的胸口突然痛起来了 而且不是一点的痛很厉害 从胸口往上痛到脖子耳朵 受不了了 马上跟菩萨说 我不点了 把小房子收起来 才一点点好起来不痛了 那么师父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不能重点吗 当然了 你要是点了 只是出来一点点 没关系的呀 你比方说丢失了 你可以说再重点 你像没丢失 你点来点去好玩啊 就不要点了呀 点出来一点点有什么关系了 如果要是说不是很严重 就不要痛 对了不严重尽量不要动啊 明白了吧 你动的话不是菩萨叫你痛的 菩萨不惩罚人的 菩萨是慈悲的 要么护法神 要么灵性呀 灵性搞谁雷啊 他刚刚要拿 准备拿小房子了 你又重点了 他急不了 他不搞谁雷啊 那师父平常我们在家里 自己点自己的小房子 也是这样 如果有一点点点出去 就不要重点了 不要了 明白了 就去一点点有什么关系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